春天除了百花盛开 同时也让蝴蝶翩翩飞舞 位于露骨的凤凰古鸟园生态园区 致力于维护生态环境 蝴蝶种类更是高达163种 由于蝴蝶是重要的生态指标之一 生态园区内所委托的职工老师 每个月进行一次蝴蝶调查 每年的种类也有逐步增加 也能看出圆区对于环境保护的用心 蝴蝶是自然生态的指标之一 以生态保育著名的凤凰古鸟园生态园区 近年来致力于生态环境的维持 每个月皆会请志工老师进行圆区蝴蝶调查 根据近年来的统计 圆区目前共有163种以上的蝴蝶品种 也欢迎民众前来探索 那当然除了鸟群之外 圆区的自然生态也是非常的丰富 我们有许多的蝴蝶、昆虫、蛙类等等 那我们每个月也都会委托志工老师 来进行圆区的蝶类调查 那在目前的调查结果中呢 圆区总共有记录到了163种的蝴蝶 是相当的惊人 那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在假日或者是平日的时候呢 扶老稀幼来我们圆区走一走 一般来说的话蝴蝶会比较吸引民众的都是蝴蝶 因为蝴蝶体型比较大 所以一般来民众对蝴蝶会比较有印象 那比较不会去注意就是弄蝶跟灰蝶 因为它的体型很小 那一般的民众比较不会去注意到它 蝴蝶停留在花瓣 阳光照射在翅膀上 相当美丽动人 仔细观察还可以看见吸取花蜜的样子 游客表示 都市里面很少看得见蝴蝶 带着小朋友来到这里旅游 除了有美丽动艳的蝴蝶能够观赏 还能够走走渐渐深 远离3C产品清净大自然 各位如果观察那个蝴蝶的话 哇 它真是很美 因为蝴蝶它呢 身上的鱼翼颜色不同 如果阳光照着上面 你看它的反光的那个颜色 非常的艳丽 如果你预计好 更能看到那个什么 蝴蝶在西密的那个线黄 哇 真是太美了 那么如果说我们家长们 带着孩子们走入这个大自然 脱离这个玩那个电动 玩那个手机的情形的话 我想对孩子们 对家长对他们的身体 身心方面都有帮助 远区内拥有最丰富 最天然的生态资源 有着许多种类的昆虫 植物以及野生鸟类 近年来园区更是种植了 许多蜜圆植物以及石草 使得园区的蝴蝶品种 与数量增加不少 更丰富了苗园的多元性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